我們現在人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也是最核心的免急舞蹈那一區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這邊看過去呢 是那個最城市中心的那個高普球場 然後這一區高樓大廈這裡 這最核心最熱鬧的免急舞蹈 欸 楊佳 來馬來西亞就是要找你了 現在你好像不是只有吉隆坡對不對 對 沒錯 現在有專注在新山跟吉隆坡 兩個去方對不對 現在五個對 那如果說我們來吉隆坡 從新山到吉隆坡是要搭飛機嗎 對 新山到吉隆坡不一定 但是當飛機是其中一種做法 雖然它在途中它的一個時間是比較短 但是有可能要check in 要提早到 再到那邊又要check out 又要存出海關 再從機場到市中心 其實時間差不多啊 大概也要花了三四個小時吧 那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們到那個 新山有一個 那個公交車站叫什麼名字 有點忘記 那個公交車站其實 就有直接搭到吉隆坡這邊 正常的時間大概是三個多小時 到四個小時 那如果有塞車大概就是四個多小時左右 所以就是說 我們從新山到吉隆坡 其實兩個城市也非常近 那也不是說非常近 就是說也有交通工具 就是高雄台北的距離 對差不多這個距離 那今天在這個區域是 那個是Boo Kipping Down 他們這邊叫免急五燈的那個商圈 再來另外一個方向 不過這一區就叫Boo Kipping Down 就免急五燈的區域就是這一區 那你剛剛看到就是說我們 下面這裡就有一個 黃家高福球場這個區域 這裡有幾個那個美國大使館 在這附近 再來這個是全吉隆坡最好的一個醫院 這是醫院 應該是最貴的 而且醫療系統最好 最貴的醫院 那當然我們也有 剛好這裡有看到 這個大樓這個叫Le Conne 這個也是我們有在主推的一個 非常好的很不錯的一個高級公寓 它是由山井不動產 跟馬來西亞這邊有一個建商叫做 東加 東加集團 他們一起核蓋的一個社區 它有日資的成分在裡面就對了 而且這個都包全部的裝潢 它裡面的裝潢就非常的那種 有點日式風格的感覺 我相信這個台灣人都會喜歡 就是那一個 那一棟一整棟 有一點像日本的Tao Monction 日本的房子都蓋這樣子 就是不是說日本房子都蓋這樣 是日本的豪宅都蓋那樣 所以你如果說你跟日本的朋友講說 我在吉隆坡有一棟套 是米茲蓋的 他就知道你住豪宅了 所以這個等於是這個叫 康類是不是 山井蓋的 那我們今天是要在這個民宿待上一整天嗎 當然沒有 我們會在這個民宿附近的周遭的生活機能 我們會去走走看看 把當地最真實的狀況 PO上網路讓大家知道 沒錯 那當然 這個案件還有一個特色 因為那邊有捷運 它走路就可以到 走路就是捷運宅 地點捷運宅 沒錯 那這附近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大馬政府投資非常多資源的一個地點叫TRX特區 這個叫金融 他們的金融商圈 金融商圈 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那在什麼地方嗎 我們等一下走路大概300公尺到500公尺左右就到了 從這邊走過去才300、500公尺 沒錯 那麼近 OK好喔 那就是在金融坡 並不是每一個公寓或大樓都可以做Airbnb 就是 就是你要看當地的管委會 那這個社區它是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可以問一下小當家哪些社區是可以做Airbnb 那我們就直接到TRX那邊去囉 走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是RAMBELL的一個名秘喔 它是 我們就是看到眼前很多這種大樓有沒有 現在看到很多這種玻璃圍幕 那這一區就是他們講的TRX 這一區金融中心啦 那中間有一個很高 就是最高的那一棟 上面有一個很像天燈造型的那個頂 屋頂的那一個就是TRX大樓 那那個晚上真的會亮真的很像天燈耶 就是上面呢 它就是這一個區的正中心 旁邊有辦公樓有飯店有住宅 那下面有購物中心 那這一區是全新的 那當然它旁邊是中間有一段是老區老房子 都是一些別墅啦洋房啦 那前面有購物中心 不然我們就先去那邊吃個飯吃個中餐啦 走走走 你剛剛說這附近就是那些老區 就剛剛我們講老區那邊有很多那種高級 不是高級就是在地非常有名餐廳對不對 對沒錯就是老店啦 老店 我們在六間都會說 啊什麼烤肉飯就見面了 那這邊也一樣嘛 就是說有 這一區有一個叫新豐肉骨塔 喔新豐肉骨塔 那個就是真的老店 再來我覺得米勤子蘭 在那個這條路右手邊的地方 有一個米勤子蘭叫海角人 它是在吃海鮮魚頭粉的 喔魚頭粉 對那其實這周到有很多很多 以前有一個巧克力工廠 你可以進去裡面買巧克力 製造一些東西也可以買回去吃這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很多喔 所以 可以非常的不錯 所以其實我們剛從免吉武登 布丁餅槓那邊走過來 其實也才走大概五分鐘吧很近喔 就是那邊那些大樓換成這邊這些大樓 這意思 那這邊就是 TRS的整個區 那有看到這一個嗎 這是捷運站 這一個叫敦拉薩Exchange TRS的 為什麼敦拉薩後面還三星啊 可能是三星鎮住的 你們看旁邊都三星的手機耶 它有兩條線 黃線跟綠線 對不對 雙鐵共構 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那這邊呢 有辦公室 有商場 有飯店 那有住宅嗎 有住宅 就在我們的鎮住宅 這一個 其實這裡有兩個住宅 我們先介紹第一個住宅 叫TRS Residence TRS Residence 對這個 這個社區它其實是由澳洲建商去做開發的 就是整個TRS區域其實就是這個建商 包括這個 這個整個開發域 都是它 所以全整區就是澳洲建商開發 連那一棟 天燈那一棟也是它蓋的 不是它蓋的 它是印尼的公司蓋的 但是它是屬於 就是這個土地 是它們一起開發起來 包括商場 那只是說 這個可能 有更大的一個投資 所以就 找那個 印尼的建商下去蓋 喔 所以馬來西亞的建商 沒有能力蓋這個 不是 這樣子我們會被幹掉 有 為什麼要找澳洲跟印尼啊 它可能有其他的資金 或者是當時承包的部分 總之這個就是澳洲的建設公司 還有印尼建設公司一起合作 對不對 對 那這個的特色你就看到 外面全部都是玻璃帷幕 嗯 那它可以直接連接空橋 到TIS的那個 那個那個 商店的 直接可以連接到它們的 頂樓花園 喔 頂樓公眾花園 那所以這個地方是剛好就是 老實講就是它的TIS 跟它的 更旁邊的捷運宅 所以這個賣了非常多 大門在這裡喔 走進去 這個玻璃帷幕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有點像辦公樓 這是住宅嗎 這個是住宅 沒有錯 怎麼蓋得跟辦公室一樣啊 對啊 它有最小戶型 大概四百多平方英尺 喔 一平方英尺大概 一平方英尺大概是在 兩千三至兩千五 看高度跟動向 四百多就大概 四十平方米啦 那是最小的 最小大概一個套房 那這樣子一個套房 小套房就要一百萬馬幣的意思 差不多 一百萬馬幣 大概 七八百萬台幣是不是 對 但這裡很強手 很強手 不一定有貨就對了 其實我們現在拍完之後 到時候大家看到有興趣的時候 再來問看看有什麼單位 對有什麼單位 因為我這影片可能過半年以後才會放 才會講 再來一個就是說 這是它的第一期 它第一期有兩棟 第二期會在它的後方有兩個土地 最後面它會蓋第二期 中間聽說是要蓋比較更好的第三期 當然當時我據開發商跟我們講的狀況 它應該一平方英尺 又會漲價 又會漲價到三千左右 蛤 三千 這個跟台灣的建商開始有點像 OK好 那你說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就等吃完飯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沒錯 我們先進去商場一下 OK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這個TIS的Mode裡面了 其實就是一個新的Mode 什麼都很新 是這樣子 但是主要是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這個Mode的完整度還有它的人流量 今天是平日的早上 現在是平日早上 接近中午的時間 其實還沒到中午 剛開幕而已就這樣子 其實你看那邊都有人 那如果是禮拜五或禮拜六的假日 可能人會更多 然後或者是晚上的時間 那白天可能大家頂多來吃個飯 好像上面應該是有吃的飯 怎麼那麼多人一直往下面走 啊我知道 那邊是上班族 可能辦公樓是走上面的下來 然後直接下去 你看那麼多人 對啊 這裡剛好連接那個JS 那個 那個對高樓 那個辦公樓 所以這附近很多 上班族會直接從那個地方 直接進來 對啊 真的是一直走下去 是不是下面有便宜的可以吃啊 可能是 那我們下去看 下去下面看一下好了 最後我們選了這個 好像是馬來西亞這邊很有名的 華洋茶室 昨天馬來西亞這邊的朋友跟我們講 這裡很有名 我也不知道沒吃過 應該就是吃那些 甜的那些 甜的那些 那些東西 喔 感覺是 但是超多人的 這可能要排一個小時喔 這可能是他們在地 在地靠米仔之類 我去新加坡就吃雅昆了 可能這邊就是類似新加坡的雅關 好像有翠華 翠華 類似這種店 傳承家鄉的好味道 好像就是這些東西吧 椰漿飯啊 然後 好像比外面貴齁 他們照片拍得比較漂亮 可是比外面貴的感覺 20塊 外面好像都十幾塊對不對 對都十塊左右 但是外面那個十塊的有些很 真的很容易採的耶 應該這麼說 可能就是他的貴皮 也跟他的料有關係 喔 上次去新加坡吃了一個雞腿 他是20塊新幣 20塊新幣 而且必吃的有三個 華洋咖啡 還有菠蘿包 還有蛋塔 好像不錯耶 對啊 試試看 先來個必點 必點 看別人都吃什麼 在地人吃的一定是在地 都吃麵 都吃麵 先來一個這邊最知名的蛋塔 據說是華洋三寶 再加個板麵 欸 吃看看吃看看 聽說這是來到這裡 必吃必點的東西 吃的是怎麼樣 喔 酥耶 很酥很酥 有種那種仙傳扒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跟普世的又不太一樣 普世不太一樣 那這個多少錢 兩個9塊多 兩個9塊 9塊.7 30幾多 一顆30幾 來這裡必吃的 麵包夾這個很甜很甜的咖鴨 還蠻好吃的 來了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香辣乾撈麵 乾拌麵 乾拌麵 他們都喜歡吃這種沒熟的蛋 這樣比較滑嫩 滑嫩感覺 他連吃這個都沾那個 馬來西亞特色口味 吃看看吃看看 聽說是要先辣辣的 喔 攪拌 那一半 快點 快點 又來了 我是吃這個 旁邊馬來西亞 朋友推薦的 他們推薦的 好 讓你吃吃看看 看 哈哈 為什麼要不要剪 哈哈 就是 跟那個椰漿飯的那個 香料的口味一樣 蛤 又有椰子喔 香料口味 但是 有點辣辣 我剛才想 也不能說維力渣醬 但是 口味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辣辣的 但他看起來就真的 維力渣醬麵的味道啊 的感覺 是啊 吃完了 吃完了 去繳個錢 吃完了 這樣總共花多少錢 五十八塊 五十八塊馬幣 對 五十八塊馬幣 大概你算六十六七四 大概四百 四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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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很便宜啦 但是大概就是這個物價 因為你現在在吉隆坡嘛 你想要知名店 就是要貴一點 而且你看 繼續在排隊 對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吃起來都一樣啊 對 都每間 所以這種 一樣的餐點喔 你可以吃六十塊的 吃六十塊就好 你可以吃大概三十塊左右 兩個人喔 然後吃完飯出來逛一下 這邊全部是高級的鐘錶 有勞力士 有珍力士 有卡蒂啊 就是所有的名牌 這邊都有LV 香奈兒啊 泰格豪雅啦 泰格豪雅啦 全部都有 這邊 真的是高級的區域 喂 來吃個台灣之光珍珠奶茶 KOI就是五十蘭 一個茶是多少錢 八塊八 大杯十塊 大杯十塊 來了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它比較貴 你看看 做得這麼精緻 然後有這麼多的位置 這個是成本的 所以 一杯十點三 大概七十塊台幣左右 喝起來怎麼樣 不是啊 味道 差不多對不對 一樣耶 我的厲害就是它的口感就有半致了 一模一樣 其實人也不少 好像大家也是滿喜歡喝這個 可是最近好像中國的茶比較紅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 沒錯 我們現在飯也吃了 茶也喝了 要幹嘛 我們去看另外一個社區 還有這個商場的樓上的頂樓 對 裡面有一些餐廳好像很高級 對 日本餐廳 歐式的 歐式的 對 那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很大的品牌 可以出去嗎 可以可以 我們從那邊出去好 可以環到整個 這個TRS這邊的 這一區就對了 它這裡就有很多的商辦大樓 有兩個住宅樓 真的很有氣氛耶 這如果聖誕節來 一定會裝飾得很漂亮 然後這個是 整個TRS的 空中花園 哇 出來了 真的有感受到太陽的威力 不錯 這裡就是那個蘋果旗艦的 旗艦從頂樓可以走下去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 那只是一個樓層而已 它總共三層 那很大耶 我以為只有一層 感覺沒什麼 但是是好幾層就對了 對 那這邊有一些飲料 喝咖啡的地方 餐廳 酒吧 之類的一個位置 環到這周遭 你就看這個主塔106 Dunasa 106塔 就是有那個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 在它旁邊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介紹的 那個TRS Residence 它的住宅樓 除了這一個之外 還有這個 這個叫The Co-Residence TRX 這好像也不錯耶 它也是玻璃圍幕 也是整個外觀看起來像辦公室的樣子 但是它比較說是 它比較是細長型的那種建築 它有三個面 這個是屬於比較方形的建築 Tower的感覺 Tower 那這個我們有在做銷售 它是屬於 那個中國建交建的建商 它在這邊的跟這邊的建商一起合作的一個案件 中國建交建是世界五百強的一個公司 這個其實也大致上都已經快交屋了 快交屋了 對對對 它們兩個的時間差不多 所以還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房型 還有在 對對對 所以這個也是直接下來就到TRS的商場 它下來之後可能要過一條馬路才會 馬路喔 老實講那個馬路就這麼寬 不是大馬路 就是小小的一條 所以也是在園區內 對在TRS區內 沒錯 OK好 那價格差不多在哪裡 它的一平方英尺大概是在 兩千三左右 兩千三 這也差不多 價格一樣喔 對其實看樓產 但是這個密度比較低 密度比較低 這個戶數比較多 這個戶數稍微少一些些 所以你覺得這個也蠻推薦的 其實這個也不錯啦 這也不錯 你說當然如果遠距離來講 這個是更近 那它距離解釋站最近 那這個呢 其實在這個區域裡面 也是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就在對面阿 對啊 就在對面阿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 你也可以找你 當然 OK好 這是我們篩選過的好案件 好案件 有些人擔心說 中國建商會不會有爛尾樓的問題 可是它已經蓋好了 所以沒有這種問題 OK 好那如果說你 最近想要多了解 這邊的房地產的一些資訊 歡迎直接問小當家 馬來西亞這邊的資訊 它這邊很多 都可以跟你分享 那你如果想了解 東南亞的一些 想要加入一起討論 可以加入我們群組 第一則留言 有加入方式 我們有個Line群 那如果你是下次 想跟我們一起來 馬來西亞 一起來這邊考察的 也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自爭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 有什麼推薦的晚餐 可以吃呢 資源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出國人 既然會成功 度 就是